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wagtalk 本期视频想跟大家分享币安全信息的launchpool项目 Skoro 那么这个项目可以说也是在社区中一个非常知名的layer2项目 Skoro这个项目融资超过了8000万美金 而且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应该也参与过Skoro上面的一些路毛项目 而且这一期的launchpool也是币安首次开启整体的盘线交易 所以或许后雨在交易中也会有相关的一些套利机会 Skoro这个项目的TBIO也是来到了将近10亿美金左右 但作为目前比较头部的一个机构币 整体的一个筹码分配 以及它的一个代币经济学的一个公布 可能也是让社区稍有不满 所以本期视频我也想跟大家全面的分享一下Skoro这个项目 以及想要结合目前的币安盘线交易市场和目前的一个总体估值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Skoro这个项目后续的一些相关走势 请注意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就为个人件分享 没有任何的投资建议 区块量和数投比投资风险很高 你有可能会损失掉全部的投资本金 如果你感兴趣 请点赞关注本频道 大家点赞与关注 就是我建设下去的最大动力 关于Skoro这个项目的一些基本盘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应该也是比较了解了 那么这个项目也可以说是整个Layer2赛道里面的一个比较头部的项目了 也可以说是这些大家在疯狂撸毛的Layer2里面 为数不多的还没有发币的一个项目 该项目也是融资超过了8000万美金 从目前整个核心团队成员来看 那么Skoro应该也是一个由华人主导的这个Layer2项目 同时整个Skoro的TVR目前也是冲到非常高 那么它仅仅是排在iTrum以及Base之后 目前整个TVR的排行是第三名 当然了这个TVR排行应该还是有相关的一些水分的 毕竟大家在上面去挖矿啊等等 可能还是想要去获取到相关的一些空投 而并不是真的去来看好整个的一个项目 所以这个项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VC的机构币 这个项目也是在之前公布了他们的一个代币经济学 那么有15%的空投 那么有7%会在它发币的时候开启 那么空投的领取时间为10月22号 所以目前是10月10号 这个项目其实最终发币还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 那么我们还是回归到整个的BanLonger2的一个公告上面来看 那么这期的Longer2也是Ban第一次去开启它的一个盘线交易 而且无论是从Ban的公告还是整个Squirrel的公告中 好像我们都没有看到什么时候SCR代币能够正式的去来上线Ban 因为你如果要点开目前BanLonger2的话 你也能发现其实这个新币它这里显示的并不是上线现货 而是去上线整个的盘线交易 所以或许在盘线交易方面就有一些可以套利的一个空间 当然了目前整个的AVO和BitGate也已经上线了它的盘线交易 目前它的一个价格大概是1.5美金左右 所以我觉得这其中是存在着一个可以相关套利的一些空间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代币经济学方面 整个Squirrel的代币是总量有10亿美 那么按照目前1.35的量来看 整个的估值已经来到了15亿美金以上 昨天的时候这个标的甚至一度涨到了1.65左右 所以确实整个的又是一个高估值的项目 但整体的一个分配 就是它早期的这些分配量其实没有那么多 我可以说在10月22号之前 也就是空头出去之前 那么Squirrel的整体最大的流通量 其实就是币安郎处 因为整个的币安郎处带了整个供应量的5.5 所以在这其中可能就会存在着一个套利的机会 因为早期上线币安盘线交易的额度是非常少的 那也就是说基本上只有这5.5%的筹码 所以可能早期的价格会来一波疯狂的拉升 而后随着整个发币可能价格又会往下跌 因为早期其实整个流通量是非常小的 应该是不会有额外的解锁份额 只有这5.5% 所以这一期就非常关键 而且又因为这是币安目前第一次去上线 它的整体的盘前交易 所以我估计如果币安想把这个产品做好的话 应该也会有一波拉升 所以个人感觉啊 这波score的一个挖矿收益 以及整个盘前交易的一个价格 可能会超越之前的一些 launchpool的一个平均收益 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些预测 因为虽然我们看到 目前整体的流动市值已经非常大了 但还是那句话 只要它在早期整个的供应量少 那么又是第一次去推出盘前交易的这个产品 我觉得基于这两点 币安还有score本身都还是会有拉盘的一个动力的 所以也是在这里跟大家去来分享一下 因为确实这个项目 无论是从目前的基本盘上面来看 还是从目前整个社区热度来看 其实都是相对的比较头部的一些项目了 而且的的确确 这个项目也是火热了非常久了 大家都在上面撸毛啊等等 去做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 那的确也是两三年下来 大家对这个项目也是有点疲乏了 说实话 如果要从整体基本盘上面来看 这个项目从目前为止 整个的生态好像也是非常一般 基本上也都是一些以太坊上的一些老的生态项目呀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项目 并没有什么样独特的一些创新 所以确实目前上线的这些VCB 就是有点这样 就是疯狂拉盘本币 但的确对于自己的一些生态内的项目 也没查太多的一些提振 或许在score正式运营之后 我们能够在上面看到一些 meem token的一些突飞猛进 但就目前来看 好像整体项目的走势还是相对的比较弱势的 所以呢 也算在这里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个人觉得整体的这个挖矿 应该还是比较有利可图的 而且我刚才也说了 结合上盘前交易 以及目前上线 Lunchful的非常少的这个流动性的份额 我都觉得 而且我有理由相信 币安应该会基于这期Lunchful 来一波比较强力的这个拉升 毕竟从目前的这个情况上面来看 DV社区中呼声比较大的 其实是Puffer这个项目 但整个score的横空出世 也是比较有趣 所以呢 也是希望吧 这期能够给大家带来比较不错的 这个收益 那么我个人觉得 在整个盘前交易市场上 是有相关的一些套利机会的 但具体可能还是要等到 整个币安上线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看 而从早期的这个代币经济学中 我们也看到 其实很多的部分都是进行锁定的 只有一部分的来自于生态基金会逐步的释放 但通过之前genlare的事件 大家应该也能非常清楚的看到 就是所谓的这种代币经济学和这种东西 基本上就是项目方自吹自脸的一个道德协议 他最后遵不遵守 这些也不太确定 所以呢 大家只能边走边看 我个人觉得整个scr代币 可能会有将近 两周的时间去进行盘前交易的一个套利 然后最终上线 币安可能会随着他最终空头发放的时间一起 所以我觉得在这两周内整个盘前交易应该都还是有的赚的 毕竟只有那么少的流通量 而全盘前交易是一个全新的项目和一个新的市场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会有一波比较不错的一个走高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一些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有更多享受的想聊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页或者是点赞关注本频道 最后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